话语时期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早上好 大家都准备好聆听今天的信息吗 赞美主 是话语的时候 现实的时候 今天是4月15日 星期六 而克雷斯欧亚克罗姆是想与大家分享的信息题为 现在就是我们的祭司职份 我们的开篇经文来自于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但你们是一个被拣选的时代 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职份 是一个圣洁的国度 是一群特殊的殖民 要叫你们宣扬 纳照你们出黑暗进入他奇妙光中者的美德 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在之前的学习中 我们概述了祭司的三个重要角色 献上礼物 在祷告中拜祷 以及教导神的知识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要履行的责任 不是在基督的千禧年统治时期 而是我们现在的时工 对有关基督千禧年统治的预言著作的研究 向我们展示了以色列在那个时期将会做些什么 也展示了我们自己的角色 基督的七夕年统治是以色列人对我们在整个教会时代 已经拥有在基督生命的回复 以及在七夕年的操练 因此七夕年的统治不是针对教会的 教会已经通过耶稣基督在地上统治两千年了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七节 并将在七夕年时期以祂一同做王 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做祭司呢 我们什么时候教导神的知识 为人们呆祷 以及献上礼物呢 就是现在 我们的祭司只分就是现在 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说 有时我们成为众王 做神和他父的众祭司 但愿荣耀权柄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启示录第五章第十节也说 他已叫我们成为我们神的众王 众祭司 并在地上掌权 我们正在地上行使君王祭司的职分 他已经给了我们责任 让我们通过呆祷 向主的名献上赞美的祭 以及在全地传播祂的真理 来改变今天在我们的世界中的实践 和时态的进程 颂赞归于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接着你的灵 我履行我作为君王祭司的呆祷使命 向我的世界结实神国度的奥秘 并为你名的赞美 献上属灵的祭 我宣告今天 在我向世界宣扬你的公义 和救恩时 你的话语在我里面 并通过我得胜 在耶稣的名利 阿们 如果想更多的了解今天的信息 我们鼓励您在学习期间 参考并默想这些经文 奇事录第一章五至六节 AMPC 传到书第八章第四节TL比 彼得奇书第二章第九至十节 AMPC 哈利路亚 主内平安 这本美人领袖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七千多种语言 一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 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tnimcia atgmail.com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 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Hallelujah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 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 和圣力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要留下来 明天 明天 我们要留下来